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戏里面大家所称的白渣男,这位演员叫陈沐阳,虽然剧中扮演的是一个花旗,像盘高智的男人,更有网友痛骂他为白渣男,不过这也说明人家眼睛好了,连陈沐阳本人也都有就此事发过微博进行调侃呢。 但事实上,人家在现实生活中和剧中,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形象,要知道很多荧幕上面的形象和明星私下本人的形象,都是差距很大的呢。 陈沐阳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,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,毕业后,陈沐阳还考上了北京电影识院的硕士,也算是妥妥的硕士学历。 除了学历之外,陈沐阳也是一个颇有才艺的人,据说他的小提琴都已经达到八级了,拉起来真的是不要太流畅。 除了这一身份外,陈沐阳其实还是一名教师,是北京一所学校表演课的老师,是一个十分受学生情爱的老师。 他的学生说,陈沐阳当老师教他们的时候,为人很好,一点也没有明星的架子,很好相处,而且还很会带动课堂学习氛围,和同学们关系很好。 另外陈沐阳还是一个主持人,参加过多个节目,还是一个能够侃侃而谈的人呢。 我记得,第一次看陈沐阳的作品,是辽宅系列之怜香,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,而那时的陈沐阳是和杨雪搭档的,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颇具汇哥,与狐妖将练的少年。 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陈沐阳还是很质嫩的,散发真年少时期的光芒,也是十分的清秀,虽然当时只是聊斋的一个系列,戏本并没有很多,但也算是小路头脚了,还有早期的作品发现全转了。 这时候的陈沐阳,还没有现在有关注度,在这部剧中,他扮演的角色其实一开始算是反派的,身为太子,却得不到心上之人的爱恋,一心与八仙作对,最终在经历了众多事情之后,终于走伤了正途,不再是反派了。 但不管贤妻她是别人眼中怎样的坏人,她对女主角确实是很好,一心一意,很难让人恨起来。 现在不是都说男儿是观众的吗?可能剧中的她就是这样的男儿。 这部戏里面当时也觉得陈沐阳长得很帅呢,只是不知不觉中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,怎么样,了解了这些之后,你们还觉得陈沐阳是你们眼中所熟知的白主管? 所认为的渣男的形象吗?反正我是不这样觉得了,戏外的白渣男一点也不渣哦。